建立新档案,选取sheet metal以建立板金尖 输入档案名称或-extrude 按OK 点选这个图示来建立隐身臂 按档已接受内定的属性one side one side代表我们画出线条以后 将会往草绘平面的单方向长出薄壁实体 点选基准平面front为草绘平面 箭头朝内代表我们以零件的前示图来绘制线条 按OK 再按default,零件就转为前示图 点选references对话框的close 关闭这个对话框 让基准平面不显示在画面上 在第一向线的地方绘制两条直线 再做一个导圆角 接着按住滑鼠右键选取thicken 箭头令它朝向右边 以令往右边长出板筋的厚度 板筋的厚度输入20 将画面稍微放大 在这里标示内径 再标示宽度尺寸 高度尺寸 按调整视图大小的图示 假如视图大小并不如我们预期的充满整个画面的话 我们自行调整 然后选取所有的尺寸 修改尺寸的数值 圆角的半径值为25 宽度为200 高度1为200 按勾选的记号 再按勾选 深度我们使用内定的blind 代表我们自行输入深度值 按DOWN 输入深度数值200 按OK 将板筋键转为3D视角 按一下滑鼠左键 可以看到绿色面以及白色面 画面上所显现出来就是我们 利用隐身的方式长出来的第一面薄壁 按下滑鼠